交流障礙是指 不擅长语言消谈的症状 极有这种症状的人需要留意 这种人只是不擅长交流 不代表他们不想语言交流 哈喽各位我是十一月です 今天我和各位分享我最近看了一部 小人类动画 古兴同学有交流沟通障礙症 那开始前我不得不吐槽一下 当初第一眼看到这部台本翻译是 古兴同学是沟通鲁蛇 我真的想请问一下 到底是哪个鲁蛇翻译可以翻得这么烂啊 真的不知道是好是坏 但我也因此对这部作品产生了兴趣 虽然还提议动画目前正版平台 只有在Netflix上播放 所以要看到正版的动画相对麻烦一些 名Netflix 在开始讲看完的感想前 先帮还没看过这部的观众讲下故事内容吧 故事讲述胆小怕麻烦的男主职业 刚入学步骤打算低调平稳的度过高中生涯 在准备进教室的途中意外配身一名 挺挺玉璃外表修理 苗借苗韵的外人女美少女 有刚好是同班的古剑同学 本以为这段关系就到此结束 但很不巧的 座位旁的人竟然就是古剑同学 面对四方同学的仇视之下 只也面临了一个水深火热的环境 这下高中这段期间 势必是无法获得安宁了 就在一个情愿巧合之下 只也得知了 其实古剑同学并非不想语言交流 古剑同学处于交流障碍的缘故 没办法好好与人交谈 只也在成为古剑同学第一个朋友后 下定决心要帮古剑实现 交到一百位朋友的梦想 充斥展开了和一开始 预想极然不同的人生 我们以为这项任务并没有什么困难 可是 他们就读的并非一般的普通高中 这所私立一旦高中 入学轨道仅有面试 唯有个性才是这所学校的合格条件 因此学校里头充斥着各种怪人 异类卤蛇 想要在这所学校里交上一百位朋友 更是男上加男 这不说是本期必看动画也绝不夸张 塔纳高品质的作画表现 从人物身上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是说古剑拉吉大吗 看看就好 动画里把原著中的各种玩梗 统统一一呈现 人物上的特殊发音也很逗趣 喜剧上效果十足 第一集整集看下来 这精彩的蒙古语男主和古剑的笔谈 看着无法说话 含泪写下心中所有想法的古剑 职业也同样用一样的方式回应 不知不觉中 两人已经成功搭上线 不过在开口随着BGM响起 教室回荡着粉笔敲打黑板的身上 那画面顺顺打动了我 明明前一秒还很欢乐 突然间却又感动了起来 本期新版看到目前为止 第一集就如实惊艳的也有不少 但这部所给我的感受完全不输其他大作 甚至在青圈少人类题材的作品上 它也是我看过须止可数的精良动画 或许你会觉得会不会吹风的太超过 我也只能说你看过才能体会 看到那一幕时我完全沉浸到动画中 画面上没有任何字幕 只是静静地看着良人在黑板上互相写下的话语 当下的氛围营造得实在太好 以至于我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 收尾提个外话说的动画本身 本作的形容阵容相当华丽 其中令我最注意的当然就是古剑同学 CV是鼎鼎大名的古鹤葵 曾饰演过我超喜欢的作品 霍夜机想让人告白礼的司工霍夜 找来配过这部几句代表性的教员题材作品 中的冷气悬油真的太会损了 要不是国内没有远备的顺盘平台可以看 不然这不一定红啊 Netflix你他 聊完了第一动画内容 后续的几数表现还是包有前面的动画品质 更多的是高校的日常互动 描述了古剑同学在交流的过程中 所发生的各种趋势 而且欧比请一定要去听看看 主唱双人身先让整首歌曲充满热情 清爽的嗓音赋予歌曲活泼的腰动感 整首歌反映了职野古剑同学两人之间的关系 歌始终还传达了职野对古剑的很多想法 是我认为这首最具闷力的地方 剩下我就不多再爆雷 我是十月 平时在大家看看动画分享我喜欢的作品 一名微不足道的漫屏创作者 最后可请各位能帮我按下订阅以及喜欢 别忘了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看法 也可以推荐给我其他你看过的新翻动画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